吃饭话 老实说 说什么 这一集又是特别帮你准备的一集 Well Well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本身现在小姑独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帮你想一下说 如果说台湾发展得不够好的话 说不定可以往外国伸出你的触角 其实 我觉得用小姑独处有点 罔顾事实 不然应该用 对 单身就可以了 单身对 不好意思单身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 其实 太赞美了 我会不好意思 因为我现在做人比较实在 哎呀 比较实在 对啊 我每天都会说 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 讲一百次 原谅我 好啦 今天其实呢 我们来了一些 这个外国的漂亮的美女 那我们要讨论一下 所以这一集到底是为我做 还为你做 你说清楚 没有老实说 你先打一下 不是 你先打 不是 过来 好 这一集其实是这样 也帮男生做也帮女生做 因为这一集主要是说 很多外国的女生 要来跟我们讲说 其实 就是台湾男生 跟他们约会的时候 是有一些小小的 哪边不太要改进的 这样 那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也可以跟外国男生 学习 现在还有外国女生 敢跟台湾男生约会吗 不当街砍你四十刀 吓不吓死人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认识一下 先介绍我们这边的 外国美女天团 欢迎你们 嗨 当然我们这边有非常勇猛的 台湾男性代表 勇猛哪一只 勇猛 他们今天帮台湾男生说话 好不好 柯凡哥欢迎 美人姐好 大家好 她是负责勇吗 她负责 她保有很多台湾男生的 很好的补质的部分 好 第二位呢 鲑铭哥欢迎鲑铭哥 第二位鲑铭哥 大家好 鲑铭哥代表着一种 她不在乎任何世俗的眼光 就谈恋爱的一个心 OK 这是一种称赞 厉无反顾 厉无反顾 感人好不好 那这一咖呢 这一咖是什么 这个就厉害 她是号称 实际牛座 好不好 阿布 美人姐 她应该是最有资格 来聊这个单元 她真厉害 她跑过快五十个国家 真的 我虽然去过很多国家 但是我真正有dating过 或是交往过的 其实没有 没几个国家 大概 about 三分之一也下十 没有啦 大概三四个吧 有dating喔 不见得是交往 这个没有办法聊 因为大部分都是花钱的 不是啦 没有花钱 男生不要不像高级的牌子 吃饭要花钱啦 吃饭要花钱啦 在三位勇猛的台湾男人 分享经验前 鲑铭男人老实说 第一题请问 好帅喔 哇 这么近还这么帅 好讨厌喔 哇 这么近还这么帅的艺人 好像没几个耶 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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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揍先揍 直接打啊 把脸打走再说 这是有问题 好 来 第一题 郁娜豆把同一个马子 谁能无往不利 我跟 当然是我啊 不一定就可以打 不一定喔 好 不一定 喂 第二个 你喝完酒后 曾经对女友做过 做过最失礼的事情是什么 这算是诚实 触身 但是触身所以打 这个单元有史以来 第一次没有被打耶 真的假的 太诚实了 太诚实了 讲得好说得好 这是真的 好好说喔 还有没有 又下流然后又帅 真的过分 真的 太夸张了 哪一国美女对你最有吸引力 那个 那个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也是重要 斯洛伐克 杰克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好 这算诚实了 很诚实 什么会是斯洛伐克 那边的女生特色是什么 我以前出外景的时候 我遇过一个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女孩子 她是斯洛伐克的人 她是白人 但是呢 她的 也皮不白 都分裂出来的 对 差不多 杰克斯洛伐克 然后她的头发是黑的 然后眼珠子是灰色的 你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喝醉了跟别的女生喇叱那种 对 对 好 待会来问你 你不要讲 汪剑铭上 第一题 汪剑铭你年近半百 在房市上是否力不从心 老实 老实 犹豫了 对 对 没有问题 舍不得打 这个舍不得打 舍不得打 你跟男人已经讲到这种境地了 勇敢说不出来 全国观众面前 全身这种事情 不简单 天啊 真的好人 你知道这会播出的 我忘记你 这宝妈怎么活 不是 要解释给那些国外的朋友 我跟制作人商量 把这段剪掉 好 第二题 请问你一天跟宝妈 French Kiss几次 哇 哇 没有 不见得有 不见得有 好 所以蛮实在的 好啦 第三题要讲了 如果和外国你还搭三里的第一句话 会说什么 我抱歉 我抱歉 我的天啊 通常是结束的时候才讲的话 怎么刚开始就放弃一点 怎么一开始就先讲 没有 我现在看着你多了一分 怨敏的心 你知道吗 建民可 不是你问他们什么感觉吗 听到这个 跟你搭讪第一句讲 I'm sorry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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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休息一下再告诉你 对啊 怎么会这样 好 张克盘上 觉得红安和团体里面 谁是老鼠屎 马国贤 这个太好回答 这个太好回答 第二题 胖一辈子跟秃头一辈子 你会选哪一个 胖一辈子 漂亮 这是男生 对不对 这是大老虫 对 约会中做过最失礼的事情 曾让女友抓狂的事情 是什么 直接插她胸部 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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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么 现在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怎么这么老实啊 约会是不是 约会是不是 约会啊 因为那个时间紧迫 你第一个想到的事情 你就会讲出来 对 我就讲出来 红牌 红牌的老鼠屎是马国贤 是 张东西是张克凡 对 是我韩国的一名 对 这个第三题好high哦 真的啊 真的 那还不是 不是因为我约定 当她的面前抓别人的 人太夸张了吧 抓她的吧 人太多了 我想说 就是大家很多人的时候 我想给她一个surprise 只有抓错人的 抓别人啊 而且我抓到的那个 还是一个踢的 大不进 大不进 因为她们都穿红色的衣服 你听懂吗 所以你没有抓错的话 你可以抓 就是熊豹嘛 就是熊豹嘛 比如说 我以为她是我女友 我就在那个night club 就这样 她以为我一抓到 我发现 Size Bill的女友大很多 啊 然后刚好那个人是个T 她就转头 快来 不要 还好她是T 还好是T 所以就算了 对 要不然就很失礼哦 我们两个不OK 她这样 不是如果是一般女生 搞不好巴掌就来了 好 那阿布出来示范喇鸡 不用示范 这个不用 这个不用 美人姐是你女友 对我是你女友 你跟她喇鸡 你怎么在我面前跟她喇鸡 阿布 就你跟美人姐喇咯 对不对 好 要来示范是你女友 我是你女朋友 然后美人姐是 对对单身 对我是你女朋友 没有我们角色已经分配好了 对对 我是你女朋友 Baby 我喝醉了想要走了 对啊 你要走咯 你要走 行李把你叫计程车 好 我要走咯 好 是这样喔 没有啦 其实不是这样啦 是因为你脸太红了吧 美人姐 对 你干什么啦 你红到脑门干嘛 美人姐 你那个表情怪怪的喔 整个整个字有抱 整个字有抱 不是讲好要喇鸡吗 我已经 不甘了 不甘了 我有话 她好久 好久 吃太饱 所以是一个要道别 要道别的 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女生 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然后只是正在交往 刚开始的阶段 然后那时候她说累了想走 然后 结果她说准备要走了嘛 然后她先往外走 结果呢 有一个女生拉住我 OK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 也失忆了 我其实也失忆了 断片 然后我隔一天人家才告诉我说 就是正准备要走之前 那个女生拉住我 跟我接吻 那这个女生去轿车回来有看到 对 她走回来门一打开 看到我们在接吻 她就把门关上 然后就走了 那从此就没有 没有她后来还是有联络 因为她知道我喝多了 哇 好包容喔 真的 来这边真的都要讲老实话 真的 好 讲实话比较简单啦 是 OK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其实这边的朋友都有跟一些 这个外国的朋友 约会过 像比如说凯蒂你是跟哪些 两个美国的 两个美国 感觉真的比台湾的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差异性 因为他们呢 就是非常的约会 然后我觉得台湾男生 就是走比较实际跟朴实路线 就是你想要安定下来的话呢 就跟台湾的男生 可是约会的对象呢 就跟外国的男生 好令人伤心喔 好 那楼妹妹交过几国 嗯 你想听哪一国 我不知道 好好好 没有我交过的外国男朋友 真的很多 所以 一般基本来讲 我觉得外国男人 就算你看她长那个痞子痞子样子 有沒有 痞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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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是她在应该的动作上面 开车门啊 递东西啊 拿东西啊 我觉得基本的应该有的礼貌 她们都还是做得到 起码让我们很舒服 她男生没有 台湾男生就是 好像没有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还要直接上车 你帮她关车门 是吗 你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有 我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有礼貌 那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所以认为比较绅士比较有礼貌 是否会对不太太 是否会对不太太 会不会有礼貌 你认为台湾女生 也会有礼貌 你会有礼貌 你又会是否会对不太太